好 每年的农历正月15号是元宵节的到来 玉里镇珍城社区西级巷弄站办理长者的闯关活动 让长者走出来一起跟着动脑身体也动起来请元宵 每年的农历正月15号是元宵节的到来 玉里镇城社区西级巷弄站办理长者的闯关活动 让长者走出来一起跟着老师身体也动起来来请元宵 长者们坐在椅子上跟着老师用手拍打大腿跟小腿 大家都动起来了 因为接下来就要准备进行长者的闯关游戏 国务里长 县议员 副议长等人也都给长者们祝福 今年很多很好的活动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伸展筋骨 然后用最好的志工团体来照顾大家 那越想在新的一年也会在我们协议会 我也在要求社会局 一定要把我们的社会福利老人 老人家老大人的各种福利的政策 一定要落实在玉里镇好不好 好 理事长杨淑玲说 成立真诚社区关怀据点西及巷弄长照站 就是要照顾这些老大人 每天看着他们动手动脚又动脑 就是要全身激荡 荡出健康留住快乐 希望老大人可以天天有欢乐 年年健康去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